大家好,9月6日第五部视频 这Titalk的交易一波三折 前两天中国又出台了这个禁止和限制出口技术目录 其中包括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技术 就是针对的Titalk的这个客户数据管理与算法推送 这样中国不让这个技术外流 必须如果要是可以授权使用外流或者是交易的话 必须等中国政府同意才行 这样的话那个收购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Titalk业务的公司 就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要么只收购Titalk不含这个算法 要么呢就是寻求中国这个授权 用一段时间自己再慢慢更替 要么呢就是这个必须想办法把这个算法一起买过来 第一部分如果要是不含这个东西 那这样的话Titalk这个灵魂就没有了 只是有一个庞大的公司最多是一个比较好的运营 其他的外延性的一些东西 这就好像是买了一辆法拉利或者保时捷 然后呢发动机没有人家说不卖 自己等在配发动机 现在手头的发动机呢好像只有大众的或者是丰田的 那车就是图有其表 估计也没人太爱开这种车 怎么办呢也没有办法几个公司还在聊着 这时候呢传来个消息 这个字节跳动收购了合众支付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收购这个字节跳动 拿下了国内的一家支付牌照 挤身到互联网金龙这个行业里面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Titalk要本来就有这方面拓展 还是这个要给他这块业务 对他业务进行一些适当的补偿 这个不得而知 我估计两者兼有吧 但是就字节跳动来讲 原来也有这个互联网金龙 好像是今日头条里面 就有别的和别的公司有过这种合作 也参与过这个网上高利贷 当然这个补偿是与Titalk在美国和国际上这种挤压和损失 其实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但是我想通过这两个事呢 得出一个结论或者是一个一个想法吧 就是这个字节跳动公司从这个今日头条 抖音和这个叫还有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公司 我也忘了反正就是国内比较火的这几家公司成长起来 应该说是有有它的这个先进性 包括这个算法包括什么 但是呢在这块土地的土壤上成长起来 这一家企业它有一些东西是不能摆上台面的 这也是美国一直抓着不放的一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美国呢认为中国政府深入参与了很多这种互联网公司的运作 掌握这些公司的数据 会收集运用甚至控制影响用户的这种个人隐私 信息安全和人权各方面领域 这个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因为美国也这么干过 美国这个斯诺登那个爆料也好 还是原来这个爆出来那个甚至美国连摸卡的电话都监听过 这个他也这么干过 他也理解中国也有现在具有通过这些软件的这一些 大面积监听监控和控制的这种权利 中国有这种权利能不用吗 我估计他很明白 我曾经做过这种事 你肯定也会做 你比我还流氓 那个所以呢 他对这个Taytalk在美国的业务 虽然Taytalk是一个合法进行的公司 但肯定是不放心 一亿用户的资料在你手里 以后还不知道会出什么幺蛾子 这个到时候推送一些影响美国社会进程的事情 比方说推送一些影响大选的 或者影响参中两院这个一些民意的一些提案呢 这都都是顺手就来的 很容易做的一些事 所以必须把它掌握在自己人手里边 那咱们看看这个Taytalk除了卖给那边之外 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估计要么就是托啊 要么就是什么 但对张一鸣来讲 我估计张一鸣肯定也考虑过一个 更一个更大的一个选项 什么选项呢 这个在这片土壤 成长起来的这个 四节跳动 芝麻已经升到另一个花盆里边了 那个那个花盆呢叫美国 还有一些花盆呢叫澳大利亚 新西兰印度等等等等 英国德国 而且在那边又扎起了根 也吸收了很多营养 在那边成长起来的部分呢 和这边呢 枝叶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国外不放心 总感觉有可能你会把毒素 通过中国的这个主干输送过去 把那边的营养有可能会吸收 吸收到中国来 不安全 那张一鸣肯定也考虑过 以后哪个支支叉叉长得会大 会更大 哪个会更强壮 哪一个是自己跳动和自己人生的未来 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 如果我们要是换位思考 站在张一鸣的这个角度上 肯定 世界潮流是什么样 我们都很清楚 咱们这个盆子里面的土壤越来越贫瘠 甚至以后有可能会变成这个朝鲜化 这边的成长既有政府现在的支持 当然也得替政府做很多事情 但随着这个内循环的开展 不得不接受的内循环 被动的这种闭关锁国 这边的营养会越来越少 同时这边所承担的 不愿做的很多这个社会管理 这个隐私监控方面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自己在这儿的财富 随着这个 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和与政府的密切合作 也会增长 同时 君子其罪 这个怀避 这这话怎么说呢 就是说是 你的罪过就是你 怀里抱着一块玉 当你这个参与到非常大的时候 就像那个支付宝 或者是微信一样 你必然对这个公司 也就是说是掌控力会下降 政府也不会允许你 在这样 完全在你的监控之下 虽然现在已经 已经是政府参与进来 但以后 你可能更多的变为一只 可以有丰厚收录的白手套 一个傀儡罢了 我估计张一鸣也可以考虑 干脆把Titalk和中国分割开来 关键是算法能不能带走 在法理上能不能带走 在实际的这个 实际的物理的这个算法 那边能不能拿走一份 代码也好 算法也好 能不能拿走一份 自己的肉身能不能跑出去 我估计他肯定考虑过 现在 前两天出台的那个算法 限制与禁止出口 这个东西 在法理上是不允许了 但是 有可能 你这不允许 那边可能允许 只要肉身能出去就行 关键是 他想不想出去 当然内部还有一些 这个水面下 很深 还有一些东西 我们看不透 我们也不了解 但我肯定 他考虑过 是不是有其他的东西 所置办 还是他已经出不去了 估计对某一些人 比方说像乐视的贾药亭 当年不就是出去了吗 出去了国内的这些 我都不要了 我只要美国业务 我不要这里了 我在美国也转移出 很多资金 我在那边也有技术团队 我肉身也出去了 所以 这个贾药亭很决绝 张一鸣怎么样 我很不清楚 好像现在 估计挺难了 好了 拜拜